曾光在做一個Custer的Pilot Program 過程當中其實他們都很積極的 有很多東西分享和很多經驗 因為他上次過程 所以今天就問我借幾分鐘 就上來分享一下 因為剛剛這個星期有很多老師 網上都問他某些問題 他就找個機會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交個時間給校Sir 大家好,幾分鐘而已 謝謝Aaron給幾分鐘的時間 因為都收到一些同工 問怎樣在學校裡面推E-Learning 今天再說幾句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這些數碼二型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沒有平板電腦 沒有各種的科技設備 但是我們下一代就是他們是Digital Natives 他們基本上一出生已經有接觸這些科技 我們在學校推E-Learning的時候 其實都不怕直接說 其實科主任就是一個瓶頸 我們電腦科老師 很明顯就是我們本身都知道電腦怎麼做 但是其他科目老師不是的 我們就要去推 其實就要了解那些Panel 即是科主任 在學校的科層格裡面 科主任要動 其實科任老師才會慢慢去進行這件事 我們就要明白它 遊說它 和Empower 他們 其實老師很怕這個 怕那個 就是由Teacher Center 轉到Student Center 那個模式 因為我們一向就是習慣了 One to many 去講書 或者教書 但是現在這個老師就是 希望學生做主導 那老師在旁邊去看著那個教學的進行 其實那個Role是有些不同的角色會變了 所以老師會覺得是有不安全的地方 譬如課室傳統 左邊就是 就是覺得很安全 就是站著講的很安全 因為準備好了 那Panel 可以照片 但是如果我們轉到右手邊的模式 老師基本上心理上是覺得不安全的 因為是 即是未未做過 那就是譬如我們做電腦科的 那怎樣游說這些Panel去做呢 他們覺得不安全的 那以往我們模式是 即是One to many 但是很明顯我們走的模式 即將來我們想的就是 即過去兩年我們都是要逐個逐個科障跟他談 即逐個逐個科障跟他去討論 那堂是怎樣去上 那這個是我們以前沒有的經驗來的 但是有這麼多科學 那麼多科學 那由哪裡開始呢 其實就是 不如我們由初中開始吧 因為初中呢 如果你計算中心數通識 這個是我們學的情況 中學這樣 其實你計算的時數 差不多是佔一個學生學習時數的一半 的差不多已經 即中心數通識 還有初中 初中空間大一點 高中因為有教改很多變化 其實老師未必有空間做這件事 那另外就是有其他考慮 譬如看哪些科學 即他們已經在用平板電腦 手機 電腦 即他們熟一些那些科技的老師 是容易開始一些的 還有哪些跟你朋友 哪些跟你熟一些 很重要的 熟一些那些開始先是會有效益很多的 即哪些跟你熟一些 另外就是一個重要的 就是要講清楚 譬如你接觸一些科技 去做e-learning的時候 那你的想法就是 是為了成功學好 不是為了科技 或者是某一個老師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另外就是你要告訴那些科技 就是要怎樣幫到手 因為他要有個感受才行 譬如他未玩過的 或者玩過就更加好 即給他一些經驗 或者展示一些東西給他看 令到他會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做 燈膽著了 他才有機會改變他的教學行為 然後他會慢慢再強化 所以譬如他可以展示一些應用程式給他看 一定要跟他一起合作去做 另外就是要開工作 不可以只是靠講討論 就是要開工作 讓他下手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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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下手下腳去試 用程式 因為你不做過 其實就是 就是保安法 就是指純涵兵 這樣講這個e-learning 所以e-learning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就是課堂設計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幫助科主任 去做他們的課程設計 這三個方法更加重要 就是要跟他一起去設計 他第一課的e-learning 那一課要怎樣上 還有要陪他進去上第一課 因為第一課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第二、第三課就會有機會成功 如果第一課失敗了 接著他們不會理會你 他們未必會理會你 因為第一次經驗是十分之重要 還有要事後 給予一些正面的 feedback 如何去改良 那一課的e-learning的教學 所以莫德學校 我們都會離開了自己 小小的 safety zone 譬如我們在學校做了一段時間 朋友 就是一群朋友 都是圍內的一群同事 但如果要做這件事 其實因為是涉及很多科目的 所以可能就會去接觸一些 你以前沒有朋友的一些 panel 所以某程度上 我們自己要先去 離開自己的安全的 zone 因為這個是有一點突破 可能那個同事跟你以前 從來都不聊天 很少朋友的交流 現在為了做e-learning 但是有一個共同目標 希望是學校去推這件事 推得更加好 就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合作 我幫不幫? 你幫吧 阿琳 謝謝 謝謝 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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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左右 所以即是很短的時間內 我نا看到 其實他的轉變 他的轉變 現時是雄人 就是在網上不停地有來討論 我整個人認為是 cor comes One 給了獎項 好了,我最後有一些話之前 就有幾個問題 就是剛才大家有討論到的 我就試一下反應一下 其中一個問題 今天也頗多人問到的問題 就是我每次去地方 我都不停地說這件事 每次來說 都發現很多人都未大概知道 現在的digital inclusion 的process是怎樣 正如剛才說到 大家可能都聽過這幾張篩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整個的process是怎樣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在有機上網 有機上網是政府兩個機構 在幫助貧窮的小朋友上網 提一提大家 在這個時間 其實應該提到家長 如果他們在書寶津貼 申請的時候 記得要拿1300或650 上網津貼的那個 不過現在應該也遲了 應該是上個月早 如果是做了的話 其實他只要取消 因為審查是跟書寶津貼一樣的 只要按書寶津貼的高限 或者低限 他就會拿到1300或650 去年也頗多人拿到1300 如果中環就是要取消 取消之後就會給他 他就會在8月到10月 就會拿到一個津貼 津貼大概是1300或650 就幫他上網用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整個程序是怎樣 有機上網就是 其中一個社聯下面的機構 就建立出來 政府給了錢 就是幫忙去做 幫忙去 正確地 bridge這個digital gap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很多擔心就是 本來憑者月貧窮不單只是錢上面 本來我們經常都認為 如果有知識 就是最好的方法去令到他脫貧 但是反過來 如果我們做這麼多醫的事 有的人繼續是有 沒有的人繼續是沒有的話 問題更加大 就是在知識上 所以有機上網 其中一個機械就是這樣做 有機上網的概念就是 跟小朋友說 你快要有機 有電腦可以上網了 上網你有機會 那麼我們就 個project project 我通常會用這張範圍來講解 現在我們的offer 是做了什麼的 這個offer是二來一二 現在我們的offer 這個叫tree program 一人講解少少 1300元是給你上網用的 基本上就是上網 你可能在家裡上網 香港最多人用的網絡就是PCW 即網上行 網上行大概有七成的市場 這張照片是屯門來的 屯門大概有七成左右 有不同的區 大概有兩成左右 七成就是PCW 另外有大概兩成是香港寬頻 其餘的網絡供應員 加上大概十個百分之左右 基本上在網上行 如果你不是在用陳豪 陳豪即是貴的 我們說便宜的 即是專家那些 要貴一點 我覺得兩百多元 普通上車價 大概158元 它有不同的折扣的時候 有時會貴 有時會便宜 我家裡是二百多元 但我也沒有配合 然後就是政府的津貼 就是千三元 千三元給他 除了12元 大概108元一個月 158元 減到108元 就是50元一個月 一個很貧窮的家 我最近去很多前線 一個很貧窮的家 50元一個月 大概是等於一個半飯盒 一個月 其實基本上都是給得起的 其實這個錢 設計的程式 我們經常都想到 如果他有一點參與 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大概 50元 或600元一年 他便沒有機器上網 他便可以上網 但沒有機器 這就是政府的項目 即是本來提供的 不行 我們叫有機 有機我們做甚麼呢 OK 政府照給他1300元 他照樣是補600元一年 50元一個月 我們會提供甚麼給他 我們會提供 這個計劃是三年的 他加入三年 即是他用600元乘三 我們給甚麼給他 我們給回個 三年 給回個網上行上網給他 我們現在拿到就是那個Wi-Fi的盒子 即是他家裡有Wi-Fi 但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會同樣給600元 就加一架iPad 2給他 再說一次 數學老師通常都說 你計錯數 就是本來1300元加600元 就沒有機器上網 現在1300元加600元 就有機器上網 而且是一架超級機 那就是 這個是一個iPad 2來的 就不包括學 那學現在我們處理 香港 香港有一個宣傳 有一個宣傳 有一個家長 我最近去家長會 家長會說不包括那學 怎麼搞 不如這樣吧 我想辦法捐 香港有很多好人 我現在去很多家長會 通常去都比較容易 我來幫貧窮那些 有困難的那些 所以挺好 但有家長是很出名的 其實有一間廠 他就說他可以幫忙做 我們想著的方向就是 如果你學校做這個program的時候 甚至我把學校的標誌 就變成整個program 去做 整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叫做tree program 就是樹 program 我們就覺得 其實希望可以work on 就是幫到一些貧窮的家 去上島去做 但是我們設計這個program 的時候就覺得 就這樣比較機器是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這個希望就是我們一邊說 剛才說的one-on-one program裡面 學校當你全班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provide到 就是貧窮的學生可以做得到 如果用剛才說的數字 80萬學生裡面有40萬資助 有一半的學生就是得到這個資助 這個project運作的時候 是怎麼運作呢 我們不會說 通常人們第一個問題是說 計錯數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不就是 discriminate 那些有錢的人 那就對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可能的情況 我現在是社聯人 我現在是社福界的 那社福界有個字眼 就叫labeling 那就是千萬不要labeling 那些不同的人 那labeling窮的人 是一種 那labeling藍化的人 那labeling有錢的人 都是labeling 所以都是不好的 那這個處理是怎麼處理的 那當是這樣 有80萬學生 就是有一半 那如果這裏就是狠窮那一半 那裏就是有錢那一半 的話呢 其實我們進去 offer的機器是同一個機器 只不過有錢的那些 那他就給了錢 所以沒問題 困難的那些呢 因為有政府有津貼 他的袋多些錢 我又不用做甚麼的 他的袋就多些錢 所以他就可以去給得到 那這個袋的錢 是給了他 他是直接可以用來用的 那當然了 如果他是要分期 因為這個部分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政府給他資助 另一個部分就是分期 如果分期 他就個別找回我們 不用在那麼多人面前的 就找回我們 填一些表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他做個分期 那你正常都會 有錢的你沒問題 拿一個Visa出來便解決 那所以呢 其實一部機器是一樣的 套也是一樣的 軟件也是一樣的 但是呢 沒有labeling effect 但是呢 就變成了人人都可以 那當然新加坡說 為甚麼你拿iPad我拿不到 那這不關我的事 那我們應該是做好過他 那所以呢 這是一個向一個方向 我們希望整件事 是做得好 那個位 那個概念 所以 除了這個program之外 我這張篩子講的iPad 完全同一樣的價錢 又是1300元政府給他 他用600元 600元乘三 三年用1800元 可以用一架ThinkPad 那我們現在未宣佈 今年的ThinkPad的速度 那下個月會宣佈的 那那個會是 那你都可以 可以相信我們是用一個好的機 去給我們需要的人 那這個整個program的idea 就是我們不是給二手機 不是給一些差的東西 而是給好的東西給我們的下一代 給我們有需要的人 那這個就是整個process 這個program 現在暫時的運作 是要通過學校 學校要加入Tree Program 我們才會提供的 那因為我們有少少困難 就是如果我只是出這種機 如果學校六百元出來 就可以拿去深圳買 那我也解決不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當你學校 一起做的時候 為什麼每個都有機 你沒有機 那這個我們可以這樣方向處理 那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工作 的其中一個位 那正如我剛才說 剛才我分享過的希望就是 ThinkPad也好 iPad也好 上網加Network 這個是 其實你可以試得到 在三年四年內 其實我的工作 就是要找那些人出來 因為我的困難 就是你要告訴我 哪些人需要 那我們就去熬他 就給他 令到他那樣東西可以 那他要吃少一個飯盒 那個飯盒 就是有這個情況 如果有些新朋友 剛才我們說到 有些學校 有些特別有困難的 那我其實最近去做 有一間學校就是這樣 很多新生移民 即是新到 可能一個月到兩個月左右 那他未入中緣 又未有書本中貼 即是未隔一年 所以其實他的過程當中 那些特別的需要 我們也相信是這樣 就是任何的 policy 都有空位 最終我們的會 就不會是 就是阻力了 因為阻力了 都是還有空位 我們的處理是怎樣 就在社聯道 我們就很感謝有不同的機構 在現在 up to this point 就是Lenovo 就是聯想 和Google 那麼他就捐了錢給我們 就是如果你給不起那五百元 before你進入那個 那個 那個 safety net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有 一個 charity 可以幫你做到 我想想這個多 interesting 就是不要說我 就是Google的錢去買iPad OK 那麼 這個是 我最近才想到 原來我這樣 不過Google it's a good company 我覺得這些公司很 interesting 他根本捐出來 他就是想我的事是好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process 那麼 講開捐錢 講開捐東西 我都想振開一下 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Cisco 和CSL 其實他們都有在這方面 特別的支持 剛才剛好說一些厲害的 但是其實 他們大部分 在學校裡面的offer 都是降了價的 我就不介意出來 說別人特意去做些事情 去幫我們的行業 我覺得那是一個好的 process 但是剛才說 有些學校是真的有困難的 Cisco也是其中一個機構 真的捐那些機器出來 讓我們去內裝 去做好那件事 那些學校 正如我剛才說 你要答應我做 sample school 就是去做好那件事 我現在手上 都還有一些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困難的 就讓你寫下 在你的張紙上面 我們都可以特別幫忙 我們的過程也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partner要做 但是有些行家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事情 都想試 所以我們就有空去威嚇人 就是有這樣的process 這個就是有機上網 的call program 其實剛才說到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work and on 包括了 概念就是這樣 low cost不等於是cheap 而就是我們希望 the best product 給我們下一代 這是一架挺好的機器 好 要題牌 接著就是notebook netbook 就是我們一開始 discourage大家 買netbook 因為開始沒有機 和沒有parts netbook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通常的netbook 設計是個charger 那個電可以充滿600次的 那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每天充滿一次 就兩年一定死的 我就擔心你兩年後回來找我 所以 這架機和那架機 就差了三百多元 那我去你不如買一架好的 那就好了 速度又快 又不會拔爛 之類的 我相信都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提供一個好的choice 給一些學生 讓他們有好的choice 但是我有責任去談 一些好的網絡 和好的機器 令到他們那樣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 OK Digital Inclusion的project 如果大家對Tree Program 有興趣 請你在一張紙寫一寫 我們其實還有少量的名額在工作 那就是 我們九月那個 九月會有個cycle 十月有個cycle 我們其實不是一定要九月launch的 那這個位置是我們 開始在工作的一個process 即是靚的機器 靚的網絡都可能做得到 OK 最後我想做一個有關 即我們剛才說了很多現在有的情況 我想看向前的幾樣不同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剛才也討論到 我們一直都討論到 其實在get ready for e-learning 這個process當中 有四個不同的位置 我們覺得是 有四個不同的位置 我們覺得是需要去 去cover的 一個就是teacher and educator 的 readiness 我們一路做功課的 其實現在 譬如夏Sir 不同的機構 和可能在教局 其實不同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的training 和很多的process 希望大家go through 一起去學習 那是trial and error 就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世界上沒有人在做 所以這個是一個go through的process 另外就是content readiness 我們都覺得 其實政府這個五千萬 這個project有某一個好處 但是除了五千萬 還有其餘的 他都設定了一個path 就是對這個 就是受資助的 或者不受資助的出版商 其實都希望有一個方向 就是電子出版電子的書 其實一樣向這個方向去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學校 readiness 我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這個希望正如局長所說 就是錢解決得到 就是給錢我們去解決 那就可能是下個局長 那接下來 我們都會繼續跟下個局長談的了 這件事 然後就是家長和學生的 readiness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兩年真的有major的change 其實我們有沒有看過一個video 是online的呢 那個小朋友 兩歲、一歲 就給他一本雜誌 那他馬上就這樣 就發現那本雜誌 不可以放大 我們通常有些卡片 你看不到 都可以 為甚麼放大不了 這樣 那些小朋友 其實就是他一歲 他根本不知道 你給他一個ipad 他當然很爽 你給他雜誌 他就扔開了 為甚麼不可以放大 這樣 其實這個是很興趣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學生的 readiness 是越來越多 因為正如剛才學生說到 其實我們是alien 我們是後來才學的 他們其實一早已經會有 所以這個位置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這個 readiness 越來越來越來 家長也都 開始都買了一些東西 問題就是怎樣隔離學校去運作 我想都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位置 我覺得我們在香港是走得快的 那是一個機遇 我希望大家爭取 就是在這方面去做好 不過這個位置的困難就是 我現在去了很多校長會 但是真的需要校長 有這樣的位置 就是這些東西都在 你讓我去幫一下小朋友 就是有這樣的位置 所以你給我一個對的panel 我不停地和你們吃飯 吃完飯下去 就等兄弟下去做事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這兩個月 有幾樣重要的 我想再reliterate 跟著向前的一個方向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我想都挺重要的 就是任何一個 當我們想的時候 ELC有幾個重要的價值 我都想重新再提出一下 就是剛才說 Student-centric learning 是我們一個key的 覺得是一個重要性的方向 時間可以有早有晚 有不同的時間 不是取締性 不是取締teacher 而是一個complementary的process exploratory 就是可能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或者我們去這件事當中 都是一個exploratory的過程 Learning to learn 我們覺得是 就是給小朋友 將來向前很重要的 problem solving 也是 Learn anywhere 和community care 這些都是重要的位置 然後就是 在一個model的運作上面 我們是一個unique的機構 就是 我主動出來說 我不是在這裏 硬要加科書 降低價錢 我覺得家長 要投資 要投資的 要投資 如果要拉低價錢 我可以幫你做 這個網 但我都不是硬要 壓低價錢 只不過我大量跟他賣 所以可以拉低價錢 所以我覺得 一個open business model 我自己相信 市場 是會把價錢可以拉低的 因為有競爭 因為有新的機遇 在這個向前這個時間 我們會看到的 是一個paradigm shift 這個paradigm shift 就是由本來的方法 轉到一個新的方法裏面 那些大佬 在舊的世界裏面 不轉得快些 是可以被人淘汰的 但又反過來 那些大佬 因為他大 他可能已經一早有辦法 投資 投資在這個位置 令到他先行 那究竟哪一件事先 哪一件事後呢 我覺得市場是會有一個 方法令到這件事 除非有些很不公平的情況 否則我自己個人覺得 參與其實應該可以減少 那接著 我們覺得另外很重要的 就是 那個consumer的value很重要 那個consumer 他已經給了錢之後 那樣是甚麼東西 他做的東西是甚麼東西 雖然我們是在做教育 但我都覺得 雖然有人出來說 這些價值的東西 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是很清楚的 那我們要多一點 去跟家長去 promote 這個整個process 那另外就是 我們要 encourage fair competition 如果system裡面有些時候 令到某些人 是個別地受到fair 就是個別fair 美國有個字 We are in a fair world But there are fairer people than other people 所以整個system裡面 有些人會 有些可能system 令到那些人 更加fair 或者不fair 也不出奇 我自己也有一點 concern 這個可能都要跟廣東說一些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新那個教育 電子書的審查 那個制度 我有擔心 就會再一次 製造一些不fair的方法 小的大的 NGO的 有給錢的 其實我也覺得 應該有一個 open fair的一個環境 去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那麼 promote choice 就一定了 就是千萬不要一個人玩 這個很重要 encourage innovation 和sustentability 包括一個project 不可以不停地 是貼錢貼錢地做的 我覺得 剛才NGO是需要 因為每三五年的NGO會淘汰 但是那些機器 其實我們用 剛才的方法 不是好像 剛才講的 加拿大 是幾百萬架機 提供給人 為什麼呢 你下年怎麼提供呢 後年怎麼提供呢 當你的政府倒閉之後 大部分的國家 政府倒閉了 所以其實根本 他答應你也沒有用 那樣東西也不可以 因為他不停地 只是politician答應你 我覺得sustentability很重要 我們剛才說的模特兒 1300元這樣運動的模特兒 是有可能 頗長的時間 那樣東西繼續活動的 那我想這個也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可以談到 sustentability方面 那方面呢 我認為學生的 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覺得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擁抱的項目 我們怎樣把老師 可以擁抱 但是 擁抱是我覺得 我們去到底 其實教育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所以希望可以多些 consumer 擁抱也是 就是consumer 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consumer可能是學校 最後 但是一定是家長 所以那個位 是一個重要的位 我們是一起工作 on digital knowledge society 我們要 bridge 那個digital gap 那這些是很重要的 不是一口號 是落手落腳去做的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 不是需要所有事情 是政府去做的 那我覺得 就是希望那個位 其實就是 我們大家可以的 用我們的system 用我們的方法 用團購 用各方面的事情 去做 那政府我也都不是很贊成 我們 我贊成我們的政府 是給我們選擇 而有些政府 是限制 你只可以這樣做 那我覺得 我寧願我們 有de facto standard 大家一起去做 做好那樣東西是更加重要 那technology 就還有幾個 point 想 bring up 其實就是 User engagement User experience 是很少提的 topic 那我覺得 我越來越多需要去提 和去處理 用open的技術 open的architecture 令到那樣東西發生 很重要 不要再re-invent the view A做了 B不要又零做過 而一起去share 和去處理 那我們這就是做這些 promote de facto standards De facto standards 是甚麼呢 Microsoft Office 的file format 就是一個de facto standard 就是大家 不支援那個file format 大家就用不到的 不是因為我們說 要支援Microsoft 在這個情況下 有些東西 Microsoft做得很好 但這個情況下 不是因為你一定要買 Microsoft Office 我現在這個file 是用Keynote 是PowerPoint compatible 的 Keynote就是一個 PowerPoint compatible de facto standard的軟件 我們不是說 一定要用哪一款軟件 因為這個好處有甚麼 就是encourage competition 這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希望看到的東西 當那些standard開始形成過50% 某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令到那件事 更加做得好 那其餘的重點 就是實際上 我剛才已經說了 最後多說一點 就是 最後兩項 就是我們那個機構 基本上都 ELC 其實都遇上很多的人 那我們現在 有一個Lose的Membership 就是一路的老師增加 如果你還未加入我們 就在張子裡 踢一踢我們 但是我們也有繼續 在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在今年 我們很高興 其實就 剛剛這12個月內 其實頗多的Publisher 都加入了我們 我們其實早年 運作的時候 都是較為Technology oriented 我們Technology 加上老師 加上學校 但是現在 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看到 一些出版社 傳統的還是新的 其實都越來越有興趣 去加入 越來越希望做好這件事 這個位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很高興 看到一個方向 是這樣的發生 那麼 我們會繼續 運作那個2.5X的Conference 說少少 就是我們9月的時候 就會做下一個Session 希望下一個政府也來支持我們 而我們有幾個東西 是會主動少少在市場裡面做的 一個就是那個 Next Generation的LMS 我們不是自己做 我們希望 令到那個Industry裡面 不同的Partner 可以在當中可以合作 和令到那件事可以做得到 繼續去做多些 那些Parents的Engagement 我覺得是應該越來越成熟了 應該是主動去做 那麼我們都會跟一些 譬如剛才我們其中有贊助 明報 或者是Baby Kingdom 一些大一點的 一些Consumer的 或者是Mass Market的 一些Communication Tool 就是應用那些Tools 希望更加多人可以工作 我們都會繼續主動地去推 One-on-one Computing 雖然這個是一個Dream 就是向前的一個Dream 我們都會繼續 希望推多一點 這個Pedagogical sharing 既然說到Dream 夏Sir就幫我們做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Video 就是跟我們分享的 最後希望用一個Video 來結束今天的Claying 最後就來開發先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 To help me come With anything 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When I know that time is right For me I'll cross the street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fantasy To help me through Reality And my destination Makes it worth the while Push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Still another mile I believe in angels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When I know that time is right for me A cross the street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cross the street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known for I and impossible 我呀 하지만我問應 Lunch meeting OK 謝謝